我来示范,你来学,陪你学索纳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初学索纳的朋友 为什么开始刚吹索纳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怪音 我们管它叫吹破了,或吹吃花了 或者是吹爆了,都可以 其实这种情况的发生的主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手过于紧张 没有把索纳的孔按延时 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怎么样能把这个索纳孔给按延呢 我们给大家的要求就是 第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放松 往往好多的初学索纳的朋友 手拿得非常紧 捏着索纳感觉好紧好紧的 就这种感觉,这是完全错误的 手一定是在放松的状态下 你才能把索纳孔给按延时 第二个方法就是给大家教一个小妙招 我们在初吹索纳的时候 我们不要一次性的就先按这个 通音骚 可能它对我们的这个难度要求 系数更高一些 随便有一个手指漏气 都会产生这种破音 或者吹不响的这种情况发生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从上往下 一个一个的来 先全部打开 我们看能不能吹响 然后按一个食指 这是左手啊 镜头是反的 这是左手的食指 我们按延时之后 再按一个大拇指 中指 无名指 右手的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拇指 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 来进行训练 如果 到哪个环节 出现破音的时候 我们就来排除一下 是不是这个手指 进行漏气了 大家按我教的这个方法 来进行训练 我相信一定能把这个 索纳初学 出现这种破音的现象 给它克服了 好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也喜欢学索纳 请记得关注裴老师 关注我们的课程 陪你学索纳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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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